第四回合的第一集团军的增援看上去比较多 不过补员还是只有一个 加上没有可补员的单位 由于这次增援单位的移动力是6 所以想让登陆在最南面的单位 去把南面的三个得分点给占领了 登陆在最北面的单位 派去占领地图最北面的水户 进行走 开始第一场战斗 战斗力比是7比1 平地无修正 受指挥部影响向右一列 还是7比1 5 第一 好险 差点又玉碎了 进入下一场战斗 战斗力比是4比1 平地无修正 受指挥部影响向右一列 最终变为5比1 5 BX 好吗 还是玉碎了 第一集团军所有行动结束 第一集团军本回合浦原是1 加上增援 一共6个单位的登陆 这回合应该能把战线全部推到多摩川了 第四集团军 这里有两个单位在一个登陆滩头里的堆叠 所以需要说明下 在捕原阶段 可以暂时违反堆叠限制来放置单位 但在之后的移动阶段 必须通过移动消除所有堆叠 所以这个堆叠暂时是没有违反规则的 北面在多摩川的部队本回合还是防御好了 等一下南面部队的增援到位 再一起突破多摩川的日军防线 开始第一场战斗 战斗力比是4比1 平地无修正 受指挥部影响向右一列 最终变为5比1 投出1 防御方被消灭 然后下一场战斗 战斗力比是5比1 荒帝为左一一列 受指挥部影响向右一一列 最终还是5比1 投出格2 第一 防御方被消灭 第八级堂军所有行动结束 现在东京市区基本上是向第八级堂军传开了 怎么办呢 是继续防御西面的利川的公路 防守得分点的关卡 并故意流出去东京市区的缺口 让第八级堂军进入市区后 一起打向战 还是怎么办呢 本回合日军补员是2 战略预备队是3 这回合增援部队比较多 放一个战略预备队在前桥 主要是下一回合美军有散兵降落 放一个战略预备队防止散兵来偷前桥 其他两个预备队还是放在西面 牵制下第八级堂军吧 补员阶段结束 补员队防止溢了 继续防止散兵降落 汤和新海产嘘 再蒙凌 红涟入新海产篮 本身 chase 烘尿色 信线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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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